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8月10日上午因勾结外国势力违反香港国安法被警方拘捕 同时被拘捕的还有一传媒的另外两名执行董事张建宏及周大全 然而8月10日至11日一传媒的股票却不降反升 股价在11日报收1.1港元较前一日狂涨331% 成交额达42亿港元 为何股价会反常激升背后是否有异常资金流动 华大正确首席宏观积极学家杨宇传称 炒作是肯定的不排除有来自英美的大资金入局带头 从交易的情况看那肯定是有炒作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你平时一个这个业绩又不好 然后成交很淡静没有投资者关注的这么一只股票 突然之间那个成交量增长到这么一个程度 那很明显是有资金在里面炒 普通市民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就是把这个盘子炒成这个样子的话呢 估计得要几亿的资金 纯粹这个黄司的话呢是年轻人为主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钱 所以就说真正能够把这个盘子炒起来 有这么大的量 然后这么多的证券公司参与 所以他应该是有大钱在里头那个推动 大钱的话呢当然也可能是本地的钱 也可能是英国或者是美国的钱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是猜测 但是因为就是说从谁受益 谁值得怀疑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这个一传媒或者黎智英 它是跟美国的关系很密切的 那所以就是它跟反对派的关系也很密切 炒作一传媒的股票 受益的是一传媒吧和这个黎智英吧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所以是反对派的钱 或者是英国或者美国的钱 相对来讲逻辑上啊 我们从逻辑上讲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杨毅传称股票无缘无故突然大幅波动 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有内幕消息 如因管理层变动或企业经营不善 出现卖盘或被收购的情况 二是有拉高出货的可能 套在里面的资金希望通过炒作 拉高价格后卖出 三是通过约定好的炒作 将资金注入使大股东获益 而无论哪种情况都涉行违法 这个就是虚假市场嘛 它无非两种情况 一个是一种情况 就是说它有内幕消息嘛 那就是内幕交易嘛 那就牵涉到内幕交易的情况 这肯定是违法嘛 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内幕交易 它不是内幕 它完全就是一个炒作 也是他们商量定的一个炒作 那这个肯定是属于虚假市场嘛 所以它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这个都涉嫌应该是违法嫌疑 正常情况下 你任何的这个股票异动啊 证监会都要调查的 就是你要不然它要保护投资者嘛 那你这个股票无缘无故 突然大幅波动 那你可能有什么东西在酝酿嘛 或者是有什么动作在做嘛 那这个投资者可能不知道嘛 不知道的时候 那就可能会损害他们利益嘛 证监会就应该要调查这个异动 证监会它到现在 没有叫它澄清 这个这个很奇怪 但是你说是不是牵涉到警方的话呢 那它必须要证监会调查之后 如果它牵涉到比如说 这个刑事吧 这个洗笔钱 或者是外国资金 或者什么样 那它可能就要 就要警方介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